到达驻车点 今天的驻车点是在一个码头 但是我们不知道考虑要不要在这边驻车 先去前边去看一下 它前边有这个渔船 这边捕鱼上来之后 每天都会在这周围卖 而且第一船应该是在中午的时候 现在已经有卡车在拉 一车一车往走拉了 也不确定 那下午问一下吧 到达这个码头啊 你看它这个下边就有卖这种小海鲜的了 不知道在往这挑什么 哦有虾耙子 有虾耙子 今天可以吃虾耙子了 太好了 皮皮虾 先去前边看看 我们在往那个市场走的路上 看到人家这边在修补这个渔望 这边都是修补渔望的 那个卖海鲜的地方应该现在在我的正前方那个位置 终于走在这个周边啊 看这个小鱼小虾的 啊这皮皮虾有大有小 得自己挑自己萨是吗 小螃蟹 小螃蟹 这个不是特别大的缩子蟹 看这边是干什么 这边是在等这艘船 这艘船要靠岸上船 上船来的都是刚打回来的 这满地的螃蟹虾 这没人要的是吗 这还有活的呢 对你看那一筐一筐呢 这是刚打上来的 这边都在等 这应该是打回来一整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们应该的船已经分类好 我刚才看到第一第一筐是那个八爪鱼 等会是不是买点八爪鱼来吃也顺便 那这个时间刚好是上 就是它从中午开始12点开始 就有鱼回来了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这边卖 我们再等一下 看那船上面有什么 换个角度来看 这边都有什么鱼 这边都是鱼 它又拎这一筐那个不知道是什么 要花鱼啊 南海边吧 应该是价格会比较便宜吧 二十 二十一斤这么大的 还是挺大的这个 下巴子皮皮箱 据说现在是最肥的时候买了五斤 因为五斤起 它这是批发市场 不灵卖 但这种你看 比目鱼 巨大的比目鱼 还有这种很大的虾 这八爪鱼在哪卖啊 有卖螺 这边有螺 有花蟹 当然过来买点花蟹吧 刚上岸子挤不进去 升进去看一下 就是皮皮虾 还那后边还有大螃蟹 螃蟹蛋 哇 上来之后大家就一盆一盆往左弄 二十五这里 哎 终于挤进来了 这是二十五的 然后这螃蟹是一筐一筐卖的 这我们也买不了这种一筐一筐的 十五一斤 一筐 再买点蟹 这一筐是七十 全部全部拿起来 海鲜买完了 现在找停车位去 因为这边这个 其实是可以停的 但是这边的海心位太重了 味道太差了 而且风还大 到这边买海鲜只是 然后买完了 出发